欢迎每日一答 给大家臭包的养活问题 上来一个臭包就说蝴蝶兰还有旧吗 它这个蝴蝶兰呢 就是之前浇水烂根了感觉 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冷 现在怎么办 你把那个花梗剪了吧 那花梗你看看能不能牵插火 自己牵插着玩哈 这个有一定概率 第二件就是什么呢 你这个用纯树皮或者是纯椰壳 我们找个东西哈 我说到这个纯树皮就我手里边拿着这东西 但是要发酵过后的哈 还有一个你可以用纯颗粒或者真正盐或者纯火山盐 你那种再给它种起来 一定要有良好的透气性和保湿 老花一家有卖那个生根叶 还有杀菌药 你记得用上一些 还是可以救一救的 我之前也救和过蝴蝶兰 下个厨宝说 长树花上面的这个虫子是什么虫啊 用什么药能烧死啊 人工出不进 人工怎么出不进啊 你知道 你就一颗长树花 你怎么弄也能弄得进啊 关键是什么呢 你打什么药 它都不好使 它带一层蜡疾咳 你打了药 它不吸收 你又百毒不清啊 它有个雨伞一样 是吧 所以说你要做的就是把它们扒拉掉再打药 你就稍微用点耐心 要么呢 我再教你一个狠的办法 你等它略干一点的时候 整个水桶里边泡上药 丢进去泡它12个小时 泡一晚上 怎么着也能给它泡死了 是吧 放点药在 你说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要么呢 你又买老花一的那个 它见效快 但是它是内吸型的 相当于食物浮毒 然后呢 虫子再来吃的时候就渐进行的浮毒自杀了 这个老花也有啊 也有喷的有 下个臭宝说 不知道怎么养的茶花叶子都掉了 你养不了 你放弃吧 你这个 你这位花友啊 你这个养花还是很勤快的嘛 你浇那么多水干什么呀 你摸一摸盆土 尤其是你旁边那个芦荟 你旁边那个炉会一年浇三回都死不了 你现在我看你这个模样啊 你是三天浇一回也多啊 你浇的水大 还是为什么落叶了 我的天呢 咸的 来我们家浇 你看我这个花又缺水了 水大 烂根 同风差 下个座宝说 香雪兰咋回事啊 它就这个鸟样 第一它喜光 第二 它就是东倒西歪的 它很适合什么呢 你搬出去 找个地方 你或者是你有绿花袋 或者是你有个小院子 种 种完以后 你把那个花捡回来 插到自己小瓶子里面 真香 它就适合这个养 你想观赏它 为啥我不卖 你没听懂意思吗 体验感不好 但是那个花确实香 我也喜欢闻那个味道 我都是把那个花捡了 插瓶子里面 下个座宝说 平安树有办法把它们养的叶子更多嘛 这那那的嘛 你这个都已经够好看的了 你想多好看 你已经冒作攀安了 你非得过来以后 老花姨 我怎么样长得比吴彦祖更帅 已经够挖帅了 觉得不错 就点关注啊 希望华尔门把花养得越来越好 我知道华一 养花最在一 白了吃吧 嗨 嘿嘿 嘿嘿